4月19日星期二 这里汇集了众多央行行长的讲话 让我们通过经济日历来一起探究竟吧 首先备受关注的4月份 德国ZW经济景气指数将会在早晨9点钟第一个发布 在3月份可以看到该指数得到改善 2月份该指数下跌至15个月低点 3月美国营建许可将在格林尼治时间中午12点30分发布 随着单一家庭住宅略微的上升 被多户住宅下降逆转 2月份许可总数下滑 备受澳元交易者们关注的新闻将会在下午1点30分发布 澳洲央行行长格伦·斯蒂文斯将会在瑞士信贷 在纽约举办的全球宏观会议上发表备受关注的讲话 另一则备受关注的讲话将会在下午2点35分发布 届时英国央行行长马克卡尼将在伦敦上议院经济事务委员会上作证 而在下午3点钟 加拿大央行行长斯蒂文·波洛兹将会在众议院金融常务委员会上作证 而这正是家园交易者们所关注的 日本三月贸易平衡将会在晚间11点50分发布 在油价走低 日元强势之后 2月进口与出口均有所下降 但是贸易顺差仍然上升至2011年末以来的最高水平 3月澳大利亚西太平洋领先指数将会在凌晨12点30分发布 2月份该指数下跌 特别是在住宅批准方面可以看到出现强劲下跌 以上就是周二的经济日历 我是希洛斯塔斯金娜 下期节目我们将会为您带来周三的相关概述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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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